嗨,大家好,我是CLEC的播报员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位投资朋友的留言与老师的回复 M令朋友留言分享 道德经也有类似马太效应的说法 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知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我对马太效应的理解是 要把好的东西分享出来 如老师无私的分享 这样你会获得的更多 碰到那些无知又自以为是甚至诋毁的人 争辩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分享吧 只是后果可能比较负面 这样的人只是怨是忌俗 不会富有 谈语有句俚语 心歹无人知 嘴歹上厉害 感谢老师睿智的分享 James老师的回复 感谢分享 说的没错 富人喜欢分享 分享的人获得最多 教学乡长 当我在交投资时 我需要看书 吸收更多知识 思考更多问题 回答学员的问题 我思考 我学习 我成长 如果我不将我所知所学 分享给大家 我是无法成长的 所以大家要勇于分享 我们的投资理念与哲学 你越讲自己会越清楚 越理解我们的投资哲学 对方能接受最好 不能接受看是否可以用其他方式 让其理解 我们就会越思考越深入 如果有疑问 刚好让我们去更深入理解问题所在 等我们得到解答 我们的财商就更上一层楼 我们的财富就更高 如果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清楚 用行动证明也可以 当我们富有了 实际现实比任何千言万语都有效 如果只会将钱存起来 不拿出来投资 不拿出来用于产生更多精神能量 只会越存越穷 如果将时间花在批评他人 用于技巧 巧言令色 与将金钱用于毫无意义的物质 只会越搞越穷 只有富人会将金钱用于提升精神能量 将钱用于投资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的企业 才会更富有 富人付出越多 却得到更多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James感谢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好 可以